纵观历史 你会发现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家们 几乎都发现过一些奇怪的古代建筑 他们的出现给古代世界蒙上了一层厚重的神秘面纱 出于科学和理性 考古学家们试图用一些历史遗留的蛛丝马迹 证明刚刚学会使用棍棒和石器的古代文明 完成了这些令人惊叹的建筑 但总有一些是他们无法合理解释的存在 从人来到这些建筑的建筑 人类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巨石遗址 到完美的不真实的柱子 本期《地球军》就给大家带来了 十个最神秘的古代建筑 新来的观众可以点赞和订阅小铃铛 以免错过精彩视频 话不多说 让我们进入正题 第十个 南马多尔 南马多尔是位于西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多纳佩岛东部海岸上的一座废弃古城 占地约18平方公里 由一连串小型的人工岛与运河所组成 从高空俯瞰犹如意大利水城威尼斯 故此人们又把它比喻为太平洋上的威尼斯 南马多尔在当地语言中 意为环绕群岛的宇宙 建于九世纪左右 直到1500年之前 都是绍德雷尔王朝的首都 因建造规模大 技艺精湛 巨石建筑秘籍 且集中展示了那个时代繁复的 岛屿社会民间风俗和宗教仪式 南马多尔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就如建造金字塔和其他类的巨石纪念碑一样 南马多尔古城也并不是轻易就能完工的 所用的玄武石柱达100万根之多 每根石柱重约5到50吨之间 需要极大的努力和专业技术 才能将它们移动并运至建筑所需的地方 而按照当时波纳佩岛的人口和劳动力计算 可能几百年都不一定能完成这些建筑 不少人质疑古代的技术水平 根本不足以建造如此宏伟的建筑 根据当地传说 南马多尔是用魔法尔建 一位居住于岛屿西北部法力强大的魔法师 印妖尔来 帮助他们建造了这座古城 随着变化多端的神奇声音 它能使这些巨石如鸟一般飞至建筑工地 研究人员仔细观察了南马多尔的玄武岩 发现它们具有很强的电磁特性 指南针在其附近会受到严重干扰 这促使人们怀疑巨石在运输过程中 是否使用了某种电磁能量 南马多尔周围没有淡水 也没有食物来源 需要通过派人进入内陆去获取水和食物 选这里做首都 对统治者来说似乎并不明智 因此也有人认为这里 可能主要用于宗教祭祀 除此之外 还有人将其与传说中 太平洋可能存在的母大陆联系在一起 但由于这些建筑群已经严重损坏 很多东西无从考教 时至今日 南马多尔古城的起源 依旧是一个未解之谜 第九个 大金八部围 光听名字就知道 它位于今天的金八部围 这是一座建于公元九世纪 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被废弃的中世纪古城 是非洲最重要的古代遗址之一 大金八部围在当地语言中 意为石头城 整个遗址有几十万块花岗岩筑成 排列有序 屹立百年不倒 该遗址在十九世纪被欧洲殖民者发现 并将其与索罗王宝藏联系在一起 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 非洲较为落后 不可能有能力建造出这样的都城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大金八部围 移植所在地的土著部落 并没有发达的文化和建筑技术 那么这些倒塌的石块建筑 究竟是由谁建造的呢 十六世纪之前的金八部围 因为没有文字的记载 详细的情况已经不可考 只能依靠器物挖掘和口头传说 来进行推测 据考古学家的研究 大金八部围在过去 曾是一个繁荣昌盛的贸易中心 它的建筑风格 与十三至十五世纪的 非洲文明相吻合 但这些文明 并未在金八部围地区 留下其他遗迹 由此引发一个问题 这个贸易中心 是由其他文明所建造的 还是当地的文明 在某个时期蓬勃发展起来 此外 大金八部围遗址的荒废 也是一个谜 一些考古学家认为 可能是由于社会 政治或环境的变迁 导致了人们的离开 但具体的原因 仍然无法确定 另一些研究者 则提出了更神秘的理论 他们认为大金八部围 可能与外星文明 或超自然力量有关 然而这些理论 都缺乏确凿的证据 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 核考古发现来证实 第八个 朱毕特神庙 朱毕特神庙 位于黎巴嫩的 巴勒贝克古城 这作为地震所毁的神庙 是巴勒贝克古罗马建筑群里 历史最久 规模最大 气势最雄伟的一座 在这里 你会发现地球上 最疯狂的几块巨石 朱毕特神庙 有三块 大约长19米 高4.2米 厚3.6米的基石 重约750至800吨 此外神庙附近 还有三块巨石 运之石 估计重1000吨 南方之石 估计重1242吨 被遗忘的石头 预计重1650吨 而且它们都有 明显的加工痕迹 即使现代技术 要运输这些巨石 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很难想象 几千年前的古人 是如何将其用作 建筑材料的 最常见的说法 是这些千吨巨石 所在的地方 是一个天然石料场 也就是原本那里 就有很多石头 这些巨石 只是露在地上的部分 被切割成了四边形 在地下的部分 依旧是不规整的石头 也就是说 它们可能是把原本 就在那里的石头切割后 因为体积过于庞大 所以从未被移动过 一些阴谋论者 试图将这种巨石建筑 与天外来客 或巨人文明联系在一起 其中最主要的观点 就是罗马人 似乎没有理由 在罗马帝国遥远的 东部边境 建造一座这样的 大型神庙 也许只有哪天 把三块巨石 完全挖出来 才能终止这种争议 第七个 什拉瓦那贝拉哥拉 什拉瓦那贝拉哥拉 位于印度卡纳塔克邦 这座城市 以其众多历史悠久的 寺庙遗址而闻名 这些寺庙雕刻 石柱的完美抛光表面 和复杂的花纹设计 展现出了 无与伦比的精湛技艺 被认为是世界上 最精美的雕刻艺术之一 还被印度时报读者 以49%的票数评选为 印度七大奇迹之首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些精美建筑 是在一千多年前 被创造出的 研究人员逐一研究了 每根石柱 得出的结论是 他们的制作过程 堪称完美 古代的雕刻师 没有留下任何一处的失误 和现代的计算机 模板一样精确 根据一些资料记载 建造这些寺庙的工匠 职业各不相同 其中大部分都是农民 他们是怎么掌握这种高超记忆的 直到今天 考古学家对史拉瓦那 贝拉格拉雕像群 依旧充满好奇 第六个 萨克塞华曼 今天的秘鲁境内 曾是古印加帝国帝都的 库斯科城中 已经不存在任何完整的古建筑 而在城外 却保存着一些雄伟的石墙遗址 这就是古城萨克塞华曼 它被认为是 马丘比丘外 最大最壮观的印加遗址 占地四平方千米 有三道平行 用巨石砌成的围墙 一共多达三十多万块巨石 构成了坚固的城堡和瞭望台 萨克塞华曼 建造于十五世纪 这些如同巨型俄罗斯方块 游戏里的深褐色巨石 重量在一百到三百吨之间 它们形状各异 大小不一 有些甚至多达十二个角 但每块巨石之间 却严丝合缝地紧密相接 中间甚至连一张纸都插不进去 比俄罗斯方块更加紧密精巧 有些人可能认为 这些石块并没有多大 最多只能说是中等石块 古人们还是能很轻松地 将其修整并堆叠起来 但如果你拿人类做参照物对比 就知道这些巨石有多夸张了 这些巨石中有许多超过一百吨 高度超过四米 更夸张的是 这些石墙并不是简单的堆砌 拐角处的圆角处理 石块连接形状的多样性 以及墙体向内倾斜的设计精妙无比 也正是由于这种精确度 和石块连接形状的多样性 才使得遗址在库斯科毁灭性地震中 得以幸存 三十多万块高度达四米 重量在一百到三百吨的巨石 如此巨大的工作量如何完成 巨石之间需要精密的切割 没有使用任何沙浆 却能将它们像积木一样 紧密排列严丝合缝 萨克三华曼城距离踩石场 约二十公里 在西班牙殖民者来此之前 美洲大陆是没有马这类动物的 更不用说驴和骡子这种 以耐力著称的运输牲畜了 而且据考证 古印家人不懂轮子和滑轮的概念 那他们到底是如何把这些巨石搬运到 陡峭的安地斯山卖上的呢 直到今天 有关萨克赛华曼的建筑方法 主要用途依旧没有定论 这里也因此常常被列为外星建筑 而这个谜题 可能只有早已消失的古印家人才知道了 第五个 拉利贝拉岩石教堂 每一个来到埃塞俄比亚北部拉利贝拉的人 都会被眼前的一幕所震撼 这个美丽的小镇因岩石建造的巨石教堂闻名于世 埃塞俄比亚从公元330年正式成为基督教国家 几个世纪以来尽管人们备受贫困之苦 但他们的信仰依然坚定 拉利贝拉中世纪的岩石教堂就是最好的证明 十一座巨大的教堂连为一体 每座教堂都神奇地嵌入群山之中 深入地下四五十米 阳光透过十字形斧灶缺口 照进镂空的内部结构中 关于这些奇特的宗教场所由来 众说纷纭 流传最广的说法是 他们是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之间 由埃塞俄比亚君主拉利贝拉国王下令建造的 据说国王曾在公元1187年拜访耶路撒冷 也就是圣城被穆斯林攻陷之前 拉利贝拉国王在埃塞俄比亚境内的约旦和附近建造这些教堂 目的是欢迎基督徒前来新耶路撒冷 第四个 龙游石窟 龙游石窟位于中国浙江省龙游县的一个小村庄 这里有一个从未被探过底 被当地人称为无底堂的水堂 1992年6月9日 当地四个村民决定抽干水堂的水抓点鱼 同时也看看这个无底堂究竟有多深 结果没想到连续抽了17个日夜才把水抽完 而更加惊奇的是 抽完水这里的鱼居然全部消失了 其中一个胆子大的村民自告奋勇地下到了池塘底部 但他很快就被下面的景象震惊了 因为这个水堂竟然连接着一个巨大无比的洞穴建筑 这是一个在地底沉睡了上千年 局势罕见的浩大地下工程 他的发现很快引来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经过研教 考古学家发现龙游石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公元前212年的秦汉时期 甚至更为久远 占地面积约为0.38平方公里 石窟总数60座左右 总长度16公里 小的洞厅面积有数百平方米 大的则能达到几千平方米 这么一个规模宏大的人造建筑群 为何在当地没有任何记载 它被建造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有人猜测 这可能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 但很快就被推翻了 因为当时的技术根本不可能做到不留痕迹的挖出这么大的地下空间 而且如果是废弃的采石场 根本没有必要如此规则的修饰 如此巨大的工程量 至少需要几代石匠进行开凿 但石窟的工艺水平却如出一辙 而且每一个石窟的一侧都设有石阶 台阶呈锯齿形状且相隔较远 洞窟的洞口与石阶之间也不相连 这样的石阶并不便于行走 更不利于古人将石料从洞内运输出去 许多超自然爱好者认为这是外星遗迹 就像世界各地发现的地下金字塔一样 它们曾被外星人作为临时基地使用 直到今天 科学家仍然无法合理解释这片地下宫殿的存在 第三个 普玛彭古 普玛彭古位于南美洲秘鲁和波利维亚交界处 在安地斯山脉附近 海拔高3700多米 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536年 由蒂亚瓦那克人建造而成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巨石遗迹之一 即使是金字塔跟它相比也是小屋见大屋 在普玛彭古遗留的巨石之中 最大的长7.8米 宽约5米 重约131吨 从几十吨到上百吨的石块 更是数不胜数 而且这些巨石被打磨和切割的极其平整与光滑 不仅外部轮廓笔直 连内部的凹槽也都呈现等比例的完美直角 根本不像是拿锤子就能凿出来的形状 这些石块的材料几乎都是一种叫安山岩的超高硬度食材 根据末世硬度标准 钻石的硬度为石 是自然界中已知最硬的物质 而安山岩的硬度则能达到8 即使是现代科技 我们也只能用钻石切割刀或激光切割技术来加工这些石块 比起切割和打磨 更难的是一个个整齐的圆形钻孔 它们有大有小 内壁都十分光滑整齐 专家们也不知道古代的蒂亚瓦那颗人是怎么做到的 在印价人的传说中 普玛彭古是在一夜间建起的 考古学家则估算需要1300到2600人才能抬起这些巨石 而由于当时的蒂亚瓦那颗人没有铁器 车轮 牵引力足够的动物 滑轮或起重机 石料的运输和雕凿方式一直没有定论 不少人甚至将普玛彭古视作 《外太空文明到访地球史》留下的遗迹 直到今天 普玛彭古依旧是考古学家们心中最大的谜团之一 第二个 凯拉萨神庙 凯拉萨神庙坐落在印度的马哈拉士特拉邦 它是由古印度拉斯特拉库王朝的国王克里希那一世建造的 与许多从地面上建造的庙宇不同 凯拉萨神庙是直接从一座山的岩石上雕刻出来的 也就是说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属于同一块岩石 它们是一体的 想造出来这样一体成型的神庙 对施工技术的要求是相当高的 首先一次成型就要求它们在建造的时候不能出错 雕刻每一个细节都要一次成功 而且很多研究者相信凯拉萨神庙 是用垂直挖掘方式开凿成功的 它们一开始就从顶端的大原石向下进行切割挖掘 于是成就了地表最强结构体的神庙 古代工匠们既没有透视眼也没有电脑计算 怎么能做到站在一块巨石之上 就能想象规划该有的尺寸比例 支撑构造 确立稳定性 这里但凡有一点误差 都有可能让整个建筑倒塌 更让人惊讶的是 这不过是34座石窟中的一座 在神殿的建造过程中 有超过40万吨的岩石被挖掘运输出来 而以这一时期的技术完成如此重大的建设任务 最少也需要几十年甚至是几个世纪才能完工 但据科学家们的研究 这座寺庙只花了不到18年的时间就完成了 无论是谁在数千年前建造出这些壮丽的洞窟 想必都不是一般的铁锤和挖凿工具能做到的 就像地球其他文明历史中令人惊叹和难以解释的建筑物一样 总是在考古学家们之间造成不小的轰动 因为没有人可以说明真相 细心的观众朋友可能会发现 本期视频讲的最多的就是巨石文明 但实际上所有的巨石遗址 单论大小的话完全无法和杨山碑财相提并论 杨山碑财位于中国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西北侧的杨山南坡 据称是明城祖朱棣为宋阳其父明太祖朱元璋公德而开凿的 他由该处山体中完整性好 又十分巨大的七霞灰岩开凿出 总高度达78米 重31167吨 若此碑立起绝对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碑 在现场可以看到 这三块石材都已经成型 其中碑额已与山体分开 碑身 碑座也仅有一端巷边 碑身与背面的山崖间还开凿出了一个人工行道 两者相距有两米宽 狭长深邃 可以想象 此项浩大工程付出了怎样非凡的艰辛与血汗 如今碑石场附近的坟头村 就是当时死去民宫的河藏地 但这样的一块巨石为何弃之不用呢 从下令开凿到悄无声息的落幕 在整部名史中 竟没有一个字的相关记载 倒是清代诗人圆梅的一首《红武大师碑歌》 算是间接证明有关羊山悲才的相关传说 南京的考古专家们经过数年努力 也只查到一篇永乐年间的文人日记 里面记载朱棣当上皇帝后 征集全国数万工匠 在羊山开凿悲才 但这项工程仅开工一年半之后 就不知什么原因停工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此项工程搁浅 各种原因可谓迷雾重重 众说纷纭 其中最主要的说法 是因为前期计划不周 没有考虑到南京受地理和气候所限 无法继续使用滚木或冰运的方法 因此悲才凿好后只能无奈放弃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初开凿的时候就没有想过吗 要知道这可是给皇帝干活 统管这时的负责人事先怎么可能不知道 如此巨大的悲才 根本无法用常规方法运输呢 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 据传朱棣下令凿悲时 本来就没想过是否要真的立起来 做出这个举动只是为了彰显孝心 分散大家对他夺取皇位的注意力 他需要的是建造的过程 而不是结果 可以想象 如果华夏文明同样出现断层的话 羊山悲才 绝对会成为史上最大的考古谜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以上就是地球军带给大家的 十个最神秘的古代建筑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期再见